妳以前的感情是不感情用事的嗎 是理性的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都還是會要感情用事 是偏感性的 妳才會去走出那一步啊 愛的火花 對 因為妳完全就用理智的 就會沒有激情的火花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妳是感性的 他很像啊 我一路的經歷 我也不想多說了 不管妳曾經遭遇過什麼 這些喜怒哀樂 都是妳人生中經歷的一個過程 對愛情還是會有一個期待的未來 也許還是可以希望再碰到 會再讓自己感情用事的人 我可以不得 我可以不要擔心妳 華人甜蜜天后 Cindy王心靈 去年發行專輯Byte Back 其中感情用事 這首歌曲 在專輯推出後便深受歌迷喜愛 更在社群上掀起班唱熱潮 許多人紛紛敲碗MV的誕生 為了回饋粉絲 王心靈抽空完全MV拍攝 更邀請好友正原唱 楊錦華來擔岡男女主角 組成黃金陣容 共同打造高規格MV 其實這支MV我一直希望 可以找專業的演員來演出 然後當然我就會先想到自己的好朋友 然後他們都是一口答應我這樣 真的是情義相挺 所以首先要先謝謝你們 要先謝謝你們 要這樣嗎 這樣好像感覺是 一家人爸爸媽媽之類的 你好像是女兒喔 這樣好嗎 這首歌呢在講感情 大家可能都會有過的一些感情的 遭遇跟經歷 不管你曾經遭遇過什麼 這些喜怒哀樂 都是你人生這種經歷的一個過程 對愛情還是會有一個期待的未來 也許還是可以希望再碰到 會再讓自己感情用事的人 深深被愛過 又何來損事 我可以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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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介紹 對啊 你知道我們在演什麼嗎 來我們來介紹好了 我演的是她的老公 她是新聞主播 我是導播 結束 OK我覺得這個感情用事 其實不是用一個很常規的那種 相愛 然後遭遇背叛什麼 不是這種很常規的故事去呈現這首歌 其實這個還是 是相愛的兩個人 可是她用不同的視角來去講 就是說感情用事這件事 我覺得反而是用生理死別這件事情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今天在演的時候還蠻有感覺的 對 關鍵的是 你不希望你眼前那個人是帶著你 控制離開的 嗯 希望他是 安心的 安全的離開 嗯 我覺得人會害怕死亡這一次 所以要坐在你身上 好 對 然後反而是要讓他覺得 他想要你不要怕了 嗯 你該走就要走了 好 他幾顆過來 嗯 等到你 當你那邊過來 好 大概是這樣子 其實你說什麼準備 我沒得準備 因為劇本對我的描述就只有幾行字而已 嗯 但我覺得導演的設計的一些環節 還有給我一些指令 然後我突然就是會有很多畫面跟想像 他說這是一個靈堂的概念 對 對 你不會像無頭昌蠅那樣子 不知道怎麼抓方向的時候 他不懂我在Cue 到底他笑有尺度限制嗎 沒有 只要不發出聲音就可以了 對 你有尺度喔 發出聲音尺度更高一點 沒有發出聲音 我為什麼這樣講 我會有點緊張 對啊 我好緊張 我只怕你到時候不能用 3 2 現場 本來覺得這個 比較認真的時候比較好笑 超認真 想說 因為平常跟他相處的時候 都是太私下的時候 看他認真的 可能就更想要笑 因為以前也沒有跟心靈一起 在工作的場合見到面 看到這樣子 所以還滿期待在工作的時候 看到他的樣子 結果MV你也沒跟他演 一直跟我演 對跟你演 所以也很開心 還是你待會兒要跟他一起去錄對嘴 你們就可以工作場合一起 我跟他背後錄對嘴 我們趕快分辭 所以你以前的感情是不感情用事的嗎 是理性的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都還是會要感情用事 是偏感性的 你才會去走出那一步啊 我愛的火花 對因為你完全都用理智的 就會沒有激情的火花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 你都這麼理智喔 沒有吧 我是偏理智的啊 我是比較感性的 感性的 你是感性的 他很像啊 我一路的經歷 我也不想多說了 哈哈哈哈 我都說反了 好 然後像他們剛剛有問我說 感情用事好還是不好 我就回答說 我覺得開心就好 嗯 對 因為你不管是感情用事 還是不感情用事 只要你在這個過程中 你覺得是開心 有開心 或是有開心到就好 對 對 好啦 那我們今天 感情用事大家聽囉 認真嗎 高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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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